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惩戒名单里面 就有点让我看不懂的是 这个人可能会就被惩戒掉了 但是他们创作出来的这些元素 已经流行开来了 这也是让我看不太懂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让我最看不懂的一点是 他为什么在这个惩戒网红的这个名单里面 又加上了三个劣迹艺人 就是郑爽 还有一个张演员 还有一个是谁 是那个 那个吴谦 那个就肯定我觉得触犯了那个刑法 这个是必须的 就是包括那个郑爽 他那个逃税漏税有违法行为 这个我也是同意的 有行政处罚 但是这个第三个张演员 这个有点让我懵逼 我也就是顺着我的这个移谋 我也就去大致看了一下 李学正首思中演协的这个来龙去脉 我是纯粹的一个路人 就不论是我对这个张演员的 其实张演员这个事情 张演员这个事情 应该你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应该有观感了 对吧 因为八月份的时候才是最热的时候这个话题 就是属于天天 就是你你只要是一个上网的人 你就不可能不被这件事情所触打 就是因为它不光是微博 就是各种热搜 头条 以及你你任何一个弹窗 就是你上电脑 就是PC端 各种弹窗都是这个 然后你如果是手机端 你不上微博的话 你的各种APP的那个推送 也全部都是这个 全部来自网民的医院 可能这个背后 是不是还有一些 各种复杂力量的一种缠斗 总之呢 我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完全懵逼的状态 就是这个互联网热词的 我们唯一没有说过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就是所以 所以我想说的 就是我也站在我的角度 去阐述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我 太好了 我在这个事情上 赶紧给我说一下 为什么 我其实最感兴趣的是 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大家因为自己的立场 自己内心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其实这个是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最在意的 另外就是如果就贴这个热标 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 我确实觉得侮辱性极强 伤害性更大 我是这样觉得 怎么讲 就是对于我 对于那个张同学 张也元 张也元 其实张也元 这个名字特别 让我觉得特别那个 跳起 滑稽 就是因为我原来看那个韩剧的时候 就比如说 原来我有一个那个机友 就强烈向我推荐某部 那个韩剧 就那个秘密森林 然后他其中里面的那个坏人 那个大boss 那里面总称他为李女婿 对 就是因为他 韩国人特别爱这样 就是他岳父是一个 对 那个权势人物嘛 然后就是他是那个 他岳父的那个女婿嘛 他岳父就称李女婿 对 他们叫那个运动员 叫什么李选手 张选手 吐选手 对 就是这个 吐主席 所以这个张也元 就一下让我带进了那个韩国那个语境吧 要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说张也元 就是我对张也元呢 比江山那个印象好 就是作为这件事情的一个那个旁观者 我 尤其我自己又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更让我 因为有相关性的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 也不能说不理解吧 就是说 值得我思考的是媒体在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时有一些 就我自己是那个在就是 所谓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里都工作过嘛 对 我其实能理解就是不同的媒体 他面对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 他的一种有点找不找北 很多传统媒体 他其实本身 他应该是这个消息的发布者 最后呢 他成了一个消息的跟随者 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尤其的荒诞 就首先你作为一个正规的媒体 这件事情是 就是当他比如说在网上形成了一个热点以后 你不是去追这个热点 赶紧我自己也要 就是你不管是说你怕 因为你平时所谓的那个传统媒体 就怕别人说自己落伍嘛 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反应 这个我觉得是是一方面 就另外一方面就是 尤其这件事情好像又涉及到一些相对敏感的 就好像原来所谓的那个传统媒体就要在这个事情上表态 然后同时又怕那个落后于就是所谓的那个市场化的媒体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传统媒体本身他就是被买通了 也存在这种可能 他们可能以前就有一些联动 你看那个李学正在手撕这个中眼邪的这个事件当中 我就最近这几天在补课 补看嘛 在补课 我就发现其实提出这个所谓管理这个惩戒的 呼吁的这个中眼邪 在这个李学正的这个曝光之下 或者说他的披露之下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让人这个令人发指的东西 交织出了这样的一个不能说阴谋论吧 但是就还挺有点让人感到大受震惊的 就是和这个网络热词又呼应起来了 就是这个中眼邪这个组织 他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另外就是说他在执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前后矛盾点太多了 你如果展开讲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张演员他有很多这个错误的话 那如果把这个错误再套用到其他的一些演员身上 那更加严重 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受到惩戒呢 然后这个网友们这个吃瓜的能力 这时候就显示出来了 就他们扒出来了好多 比如说这个会长 还有这个秘书长 和这些演员之间的股东的这个利益关系 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们说的原来有一个叫这个 在快手上特别红的一个李网红 咱们姑且不论他的名字 这个人也是曾经 因为有明确的违反规定的 就已经被要惩戒了 按理说是也是终生不能在那个复播的 但是很快复出了 然后这个网友就扒出来 从那个他们的这个中演协的某些领导的 这个以往的这个微博里扒出来 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那个演员的经纪人 还怎么宴请这些领导 他不是演员 对网红宴请这个领导 然后一块 那很快吃完饭之后 这个人就又扶出 你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某些这个媒体的表现 让我们很失望 那我觉得这些某些所谓的执行这个 惩戒什么的这些 这些权力机构 我觉得更让人失望 对 再说那个理学症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比如说我又发现在这个里面 就是又不同的人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怎么讲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粉丝 就是比如说我周围的粉丝 包括我在网上看的一些粉丝 他们其实是因为太想把这件事情 能够就是沉渊得血 让这个人再付出 他们反而就是更加患得 他们是更加患得患失 就是他们经常容易觉得 就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理学症出来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就是很惊讶 很兴奋 但是后来如果这个事情 如果是不是马上有结果 他们又会非常沮丧 觉得可能又没有希望了 就特别患得患失 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但是那个比如说 我也问过就是当时 就是非常讨厌张演员的 就813前后非常讨厌张演员的 然后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问他 我说你是如何看待理学症这件事情的 他说我这些我都不关心 我对那个娱乐圈的事情很反感 然后我说那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你怎么看呢 我说那你是对娱乐圈的厌恶更重要 还是你觉得一个人被冤枉 这件事情更重要 他怎么说呢 他说那我还是觉得不能冤枉人 因为这以后我也可能被这样 对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 说明这个人还是有着这个良知的 对但是他也不能太掩盖 他对那个娱乐圈的那个厌恶 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啊 就是他们就就就在那个就同一件事情上 不同的立场的人的不同反应 我刚才说的只是我周围的人啊 但是你要是扩大到网上 你就会现在就是很多 比如说做那个所谓爱国生意的那些大V 肯定是要狂踩 那就毫无疑问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收割流量最好的一个题材 那你一定要狂踩 甚至比别人对更那个什么 是 就是说为什么最后就变成了对张演员的一个网报 就昨天我看了一个那个 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左派的一个人 叫王小冬 这个人其实原来是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等等的那些作者 就那一派的其实是极左的 但是呢我也不能说极左吧 就比较左的一个一个那个大V吧 但是昨天我看他就是发了一段那个微博 他其实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当然他可能不是针对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针对司马南的事情吧 他说很多网上的那个热点出来以后 大家都想去上去采这个流量 但是如果你已经失去 你作为一个大V 你已经失去了先发优势 那你怎么办才能蹭上才能喝口汤呢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说更加的暴论 就比如说前面已经说了那个五级的 你必须得提升到八级十级甚至十二级 超超超暴的言论 你才能喝上这口汤 那你既然是这样 你就层层把这个级别往上升 最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暴力 当然你也因此喝上了这口汤 就是大家在实施这个网络暴的时候 他想见不到这个个体 他遭受了这个网络暴之后的这种痛苦的境地 所以你知道就是 就是后来你当你知道那个事实的时候 当然也有可能说 有的那个反对的人说 凭什么你说的就是事实 但是你确实也不能证明 当时谣言他就是事实 但是所以我还是那个 就是对那个当时很多媒体 就是他们由于在这种 媒体迭代的过程中 他的那种 就是他原来的那一套操作流程 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他又有一种 就是面对流量的一种慌张的 同时还有一种渴望 就是大家积极跟进的这种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这个确实值得 对 其实咱们两个 值得我们自己 咱们两个本身就是最早 做那个传统媒体的嘛 后来开始作为传统媒体 第一批向那个新媒体转化的 这样的一批试验人员 开始干这个新媒体的工作的 其实我们那个回顾起来来看 我觉得就是传统媒体 针对这个新媒体 对他们的冲击 他的态度也是分阶段的 第一阶段就是 完全的那个鄙视嘛 或者说那个瞧不上 我就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咱们负责那个互联网热点的 一些新闻书里的时候 我们当时不是邀请了 那个第一代网红 像那个福翁姐姐 到那个咱们的媒体去 做那个访谈嘛 其实我们当时那个访谈的 那个态度是 关于这个网红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们总得了解这个网红 他在想什么吧 对吧 你得了解这个现象 来做一个剖析 我们并不是说去追捧他 或者说去推红他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不了解一个人的 真相的时候 你做判断是不是很慌张的吗 但就因为这个事 我们还受到了某些部门的批评 就是认为我们这个魅俗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事也给我 就是刺激就挺大的 我觉得第二个阶段就是 他因为这个传统媒体 他就日渐示威了 就他发现民众的这个影响力和注意力 都被这个新媒体 这个网络的一些热点现象吸引走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态度 就开始出去谄媚嘛 开始迎合这些 那个互联网上的一些关注点 然后在这个迎合的过程中 他又没有 又失去了自我的这种判断 你作为传统媒体 他按理说是应该 基于对这个事实的 这种真相的调查和了解 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发声机构 他反而丧失了这些 他的那个特点了 因为咱们干这个新闻媒体的都知道 他每年关于这个新闻的发布权 他的这个来源 我们的这个国家是有这个严格规定的 但是在这些热点事件当中 这些能够发生的 能够有新闻信息采编权的 张演员这件事其实上 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吧 就是跟进采访报道 没有 反而是在这个评价上做的比较表态了 但他这个表态又基于对事实的 并没有进一步澄清 对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出现这个结果 就是对大量的网民来讲 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对 所以就是说 真的是一个 现在信息的这个市场 变成了一个纯自由状态的情况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觉得现在就是媒体 就是正规的媒体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由于他们这个马放南山太久了 所以他们其实手中已经没有趁手的兵器了 他们已经不会就原来自己的那套招数 已经不管用了嘛 新的招数又没有习得 就只能是人云亦云在那跟随 但是我发现他们也做了一个努力 就是比如说以前啊 就拿那个微博这个平台来说 就以前比如说形成一个热点话题 他都会有一个超话 超话以前的主持人全部都是营销号 都是营销号带的那个超话带节奏 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正规媒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有些话题最近有些话题 你会发现超话的主持人已经变成了正规媒体 就他要那个抢夺这个话语权 不能让你这个 对不能让你这个营销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在于呢 他现在呢就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 因为他自己没有一套那个就是这个新媒体的运营的这么一个成熟的经验 他没有 所以他就是其实他是对营销号的一种模仿 就是银河嘛 所以他比如说他积极的去 对他积极的去建立这个话题 可是他建立这个话题是不是得当 以及你建立了这个话题的角度 你的引导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能让他 就是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 是吧 你不能是纯粹的网络运营的一种迎合 对就是说他现在知道不能让你占领这个阵地 我要去占领这个阵地 但是我用什么方式 我占据了之后干什么 我用什么姿势 对我不能是 其实又是对他踢下去的那个人的一个简单的模仿 这个就是非常成问题的 对然后这个呢就给一些 就是别有用心的一些组织 或者说这个力量 就提供了可乘之机嘛 就按照这个力学证的这个意思 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说 但是我觉得那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嘛 你比如说像那个中眼协 他是不是已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给这个利用了 他对这个互联网的这种那个惩戒 他是真的被那个发自攻心出发的吗 如果是是的话 那就这个前后矛盾 还有这个权力寻租 统一感标尺 执法并不统一 还有他们质疑的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对 就太多了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总觉得就是 就是饭圈确实已经成为了 就是一切的一个替罪羊 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没有旁观这件事情之前 我也觉得那个好像哎呀饭圈 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都diss 好像是在所有的那个鄙视链的最底层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呢 就是在这一条链条上大家都一样 大家其实都是出于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好恶来发生的 你比如说就是理学证这次 他呼吁的是一个程序正义 很多人都指出说 程序正义这件事情 不是很多自由派公知以前最倡导的吗 那为什么在理学证出来呼吁的时候 这些自由派的人反而闭嘴不支持 不来声援理学证呢 是因为他们觉得 哎这个是一个那个明星流量的事情 我也不喜欢明星流量 所以我就不会来声援 所以对他来说 那他对他觉得可能我去声援流量明星 娱乐圈的事情 就是好像把我的这个品位拉低了 这件事情重要还是程序正义重要呢 原来按照那个逻辑来说 程序正义不应该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吗 如果你就算你对娱乐圈那个反感 那不是也是第二位的吗 但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是首先选择了 我不会去触碰这个话题 是的 原来那个原则我就放弃了 就不用说那些那个就是所谓的 你知道现在网上就是他们把那个做爱国生意的那些 那个大V叫做可选全母吗 在这个做这个这期节目之前 我还看到网上有人说 早爱国不如晚爱国 晚爱国不如突然爱国 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是在做这个爱国的生意 对 他不是说他的目的是爱国 就爱国只是他变现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发现网上 以前比如说公知时代 可能你走那些公知路线 你容易成为大V 然后可以赚钱 但后来这个已经这个这个风潮已经过去了 他已经不是食令蔬菜了 现在食令瓜果变成爱国了 对 所以这些人就赶紧要吃这个瓜果 然后呢 他们一旦成为大V以后 就是各种那个变现嘛 变现就是发广告 他们最常发的一个广告 就是那个有一个叫什么白菜优选 天天白菜优选 对 就天天白菜 卖大闸蟹的 天天白菜优选里面 他们他们对有一个翻车 就是关于卖大闸蟹的 就是这一串的那个爱国大V 纷纷转发 就是这个优选 那个天天白菜优选 这个什么 这个大闸蟹 什么四两 李中克都转发 然后那个结果呢 而且他们转发的时候还说 这个大闸蟹特别好 可选全母 就是都可以选母的大闸蟹 也都没问题 结果最后那个拿来 那个网友收到货 那个大闸蟹特别特别的小 而且是那一堆一共的资料 硬币大小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一派人就被 就命名为可选全母嘛 现在有人管他们叫全母教嘛 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 真的有一个什么标准嘛 也有这个标准 就是我怎么能恰饭 对啊 我怎么能获利嘛 对自己来讲 那其实你反观那些粉丝 就是真的还是蛮可怜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粉丝 现在目前这么少吗 就是跟全母教比 咱们太那个公了 全公教 我公也罢了 连你也这么公 爱国来说服别人 以及说服自己 我是多么的那个为了理想 然后那个这些受众也是 你说的就对 你说的什么我都听 我不会去审视你每一个是不是真的 就跟那个说刚才张演员的 30个那个新闻一样 我根本不管你是 我因为讨厌流量明星 我认为你们这些流量明星 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所以我有一种说法就是 我虽然不能登上你的位置 但是我可以把你拉下来 这这批白特别好 这就应该是黑粉 他们对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群体能量的一个最佳解释吧 从张演员说到这个司马兰 就看似不相干的这个问题呢 都是符合我们今天总结的这个互联网的那个 十大用语之一嘛 我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就是我看不懂 但那个大受震撼 虽然是对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 也大受震撼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任何时候呢 还是要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这个万民寒财某演员某人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他所处的这个境地 就我们的这种鞭挞是不是公正 然后在这个大家都在追捧某人的时候 同样我们也不要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 就是他所说的东西真的都对吗 他这个当中有没有值得批判性接受的东西 就不要因为人红了 就如何追捧 也不要因为人这个落难了 就上去踩他一脚 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互联网信息高度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做人的我觉得最起码的一点的标准 对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 我以前咱们也说过多次 人真的没法抛弃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情感 就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说的有些话 可能我确实爱听 让我打破信息减防 去听一些跟我心理相违背的话 我确实不愿意 我觉得这个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就是在 特别切合你内心的时候 你不要那个也一定要 天把柴 助把力 你还是 你内心可能获得了一些 那个共鸣 满足 这个可以 但同时你还是得提醒自己 别急话 是不是想想 事情还有另一面 我可能不愿意去接受另一面 但是我也不要太助长我这一面 就认为它是唯一的 这世界只有这一面 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 正好应该是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它应该是缅怀过去 也是抚慰民心 顺应民意的一种措施 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应该也是我们国家 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 也向全世界 展示我们中华民族 对于文明和和平的态度 表达我们热爱和平 维护和平的决心和责任 就跟欧洲的纪念奥斯威新集中营 这些死难者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公祭日 不仅是我们中国的 应该也是全世界的 就彰显的就是一个 我们要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的这样一个决心 同时我们在铭记历史 悼念同胞的同时 我们还要呼吁一下 就是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网民 也能够时刻保持着理智 不能让一时的情绪所左右 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 一些势力的某种帮群 帮羞嘛 在网络上喊喊口号呀 杀伐决断呀 肆意的辱骂别人啊 我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真正的爱国 我觉得是要 每个人要文明礼貌 遵纪守法 爱港敬业 脚踏实地 为自己和国家的未来 是扎扎实实的去奋斗 绝不是仅仅做一个 爱国的所谓的这种键盘侠 绝对不能借着爱国的大旗 完全发泄的是 个人的恶意和情绪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 一定有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